星期三,聯儲結束為期兩天的貨幣政策會議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 目標區間下調為4.75%至5%即降息50個基點,為4年來首次降息 亦是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一次性降息半個百分點。 此前,聯儲至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期間, 連續加息11次,累計加息幅達525個基點,此前5.25%至5.5%的利率為23年來的最高水平。 根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會後聲明,此次決策是基於對通脹趨於穩定至2%的信心增強, 以及就業和通脹目標風險大致平衡的判斷。 此外,FOMC通過其點震途預示,到年底將進一步降息50個基點, 並預計到明年底將再降息1個百分點,到2026年再降半個百分點。 天鵝記者編輯報導